今天要試S加的軟管水晶凝膠 完美眼角軟管式可現凝膠 然後是透明的 然後今天的模特兒的手是兩側的肉比較包的 然後甲床也是屬於比較在裡面的 指甲流長之後沒有超過指尖 那兩側這邊的肉會有點往上包 然後看一下拇指 那就是AB點也比較高一點 這樣子 還有一點受損甲的問題 那我現在先做前處理的部分 就是把乾皮跟側面的硬皮修一修 然後等一下我會搭配Presto的底膠跟封層 這一次的實驗會全部都用這兩瓶做底膠跟封層 然後今天會用S加他們的長的甲片去做模型 好 目前的狀況就是已經修完旁邊的乾皮了 然後 甲面也已經拋霧過了 那因為要眼甲所以我這邊就沒有再修了 因為指甲已經很短了 然後這邊的皮也有稍微先把屎皮抹掉 然後我們現在 就是先做去置液讓它乾燥 因為我等一下是用Presto的膠 他們只要用去置液乾燥 就是不用加固定器 然後 這種指甲通常指模不好架 因為它很短所以這裡扣不太住 那AB點一高一低還要修指模就比較麻煩 然後 一般來說架指模眼甲的時候 這邊拆下來很容易破掉或是缺角 因為它就是很上面嘛 然後凝膠也不好銜接 對大概就是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然後 裡面這邊的話呢 因為它指甲是在指尖的裡面的 所以如果在 甲扣的時候 用黏鑽膠它比較水一點 可能就會溢出來沾到這邊 之前就是 這模特的指甲用甲扣的時候 也會有這邊溢膠 然後會覺得黏黏卡住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試試看就是 這個軟管水晶膠 在眼的時候會不會也有這樣子的狀況 就是會不會有黏到肉的問題 對 我現在先上底膠 我上次去看老師示範的時候 它是使用洗筆液去沾洗筆液 然後再來推那個水晶膠把它鋪平的部分 那因為我沒有買S加的底膠 所以我就是這次實驗 我就全部都用Presto的底膠 然後我一樣還是會做包邊的動作 你看光是在包邊就是一定會塗到皮膚了 對啊 那我就是只能先挖掉再進去照燈 有的人之下很短的真的很難包 但是還是一定要包 好先照燈 那底膠我一樣都會上兩層 就是跟平常做客人一樣 然後我今天用的筆是 不是水晶筆 就是我平常在土底膠跟眼甲膠的筆 這支筆平常都是佔透明的凝膠的 所以不會有染色的問題 然後再一層 就模特兒的手是需要有點扳開 才不會包到時間 就是指甲真的是比較短一點點 然後一定要把這些清乾淨之後再進去照燈 鋪兩層底膠的話也會稍微填平一下 然後我現在來準備這個水晶膠的部分 它們有12個尺寸 選的時候就是跟測值線一樣 剛剛現在拿的是2號 你看看 好這個就是太小 因為它設置線在這邊 要遷就比較寬的地方 那我直接換0號 會不會0號還不夠大 那就糾了 0號是可以的 就是這樣完全是密合的狀態 然後我現在就要來鋪膠 那鋪膠的話就是看你要沿多長 比如說你要沿到這裡 那你就再比這個再多一點 再鋪到多一點點 這個就可以做比較長 那模特兒平常有在做事的話 我可能就是鋪膠鋪到大概這邊 然後沿到這邊 就是等一下會修 然後水晶膠 它是這樣QQ的 然後盡量不要去攪動它 這應該是分量還蠻夠的 然後就直接這樣把它放上去 它會彈膝 所以我決定呢 所以我決定呢 先稍微壓一下 然後等一下就 它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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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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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就是把它稍微先 沒有沒有整瓶啊 就是把它 大概到我要的那個位置這樣而已 然後我現在要做整瓶 我的筆先沾 我還是都得很年輕 然後太多就吸掉一點 好 它就不會黏筆了 然後要注意裡面不要有氣泡 然後要注意裡面不要有氣泡 像這邊就有一點氣泡 然後就看到那個膠它的 空氣 你如果直接正面扛掉它是不是就很容易 你如果有 不平的地方 蓋好之後稍微 可是這邊啊 這邊不夠 所以我還是要再 我覺得還是會黏到肉 就是沒有辦法比 然後 然後因為我已經給我領好了 所以一點力量還是對啊 它們在做是推到滿頂的 就是大概這樣子 就留一點點 但至少沒有泡泡 然後反過來一下 稍微檢查一下內側 像這有點擠出來 因為畢竟你照完燈它就硬化了 你就除了用膜的 沒有別的辦法 有擠到肉的感覺嗎 然後我們正面看一下 就是這邊有比較鋪平的 可是這邊還是有點點 碰到肉 那就先照燈 OK好 硬膠的話我會照60秒 這是上次在美展的時候 請老師示範的 那因為它的指甲是扇形指甲 要牽就這個寬度 所以變成 那個模型的上面會有點寬 就感覺會這邊是有點擠出來的 嗯 然後透明度的話 當天照完燈是透明的 這邊是透明的 然後前面的底下是霧霧的 那現在是已經有 跑空氣的問題了 這邊也是 然後會覺得有點頂到指圓邊 有沒有 但是沒站第二天 12月2號的時候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 有缺角 還有這裡 AB點的地方是已經有一點點 嗯 開開抖 好像沒有完全密的感覺 好 然後這次已經照完燈了 基本上它現在是硬的了 嗯 都不會動 然後我們就可以這樣 輕輕的把它拆開 因為這個模型的彈性其實蠻好的 起來了 上面是光滑的沒有什麼殘膠 然後底下呢 底下摸起來也還好 沒有什麼殘膠 直接看一下透明度 嗯 還是稍微有殘膠啦 我剛剛摸下下面的部分 那等一下我們 可能就變成下面要再照一次 然後我現在還是用去 自己先擦 擦一下 下面一樣是有點沒有那麼透 嗯 好我先做一下修省 它還是會有一個高低擦 你看 嗯 還是會有一個高低擦 所以還是要做一個 修整 就是把這個部分修整好 沒有一個直角這樣 但它這個的好處是 它的側面圓弧是非常漂亮的 對 對 就是你的高點等等的 它的都是很漂亮的 然後好不好磨呢 蠻好磨的 它的 粉末讓你在削的時候不會覺得很硬 好原則上這個邊邊的地方 我就只是把那個高低擦修掉而已 然後我就先修轉 因為前面這些長度基本上我是不要的 蠻好削的 嗯 基本上拿新的模板都沒什麼問題 好 然後像這樣子的地方的時候啊 通常會再拿膠去鋪一次 對 因為如果完全推到底 它是不是一樣邊緣 也是有可能會有高低擦 嗯 或者是說 那個模型跟紙圓的形狀 可能不是那麼合 會點點嗎 就是這邊 稍微還是有點點黏住 可是現在問題在AB點的地方 還是有點小缺角 嗯 這邊不會 對 這邊比較不會 變成那個 那個模型 好像還有一點點 不夠寬 就是0號還是有點不夠寬 那我這邊把它銜接一下 它這裡不夠寬 所以沒有黏到 那我還是先把它接起來 然後我用一層那個 加固膠就把它縫起來 我先用火髮糖的加固膠 把它邊邊的地方把它接起來 這樣會太長嗎 不會 好 好 這個部分我就是銜接邊緣而已 這不是這個建構膠 對 它是假油式的建構膠 比如說包覆貼紙啊 或是說黏小小的鑽 或是說像我們黏完星空貼之後 就是做一個加強 那些金箔片啊 還是說有那個 魔鏡粉 那類類的東西 弄完之後一台皮的東西 容易分成的 就先用這個包一下 然後前面就是順過來而已 然後接著 接著 接著 然後趁那個地方 因為這雙手平常就是有 在做加持 然後工作也會碰水做清潔 的工作 所以要常常碰到水 可能也會碰到你機會比較大 好 照燈 這個也是我們要測試這樣子 對 我們也要測試看看 耐用度怎麼樣 等一下就是 也是一支這個 這是我預先調起來的 就是3D粉加 延長膠 對 然後一樣用這個做看看 它的長度有沒有辦法 很長 那我做在右手的食指 因為右手的拇指跟食指 通常掉的速度是差不多的 就是耗點的速度是差不多的 然後 這個膠啊 我上次調的時候 有把它挖一些出來放 然後它會彈開 彈開之後它就變 它就變透明了 那這罐子裡面 因為還有氣泡 所以它就看起來是不透明的 對 可是這個是那個軟管膠 然後我就把它擠出來放在這邊 它不會攤 就是它不太會攤 但是它還是會有點霧霧的 就沒有很透 但看起來也不是氣泡 感覺就是粉那種感覺 對 然後這是整個是透的 這是Prestle的那個 建構 跟3D尼椒粉 就是我上次做實驗的那一種 然後我們現在來做食指的部分 這個我先儲銷 然後待會最後再上風扇 透明度的部分 一樣的狀況就是前面 我用凝青 它還是一樣霧霧的 好 那我等一下試其他支的時候 我會再試試看 不只這樣子照燈 我會反過來照燈 那看它會不會孤化更完整 就比較不會孤化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並且訂閱圈圈 愛漂亮頻道 對 還有右下角的小鈴鐺 有問題在底下留言 對 這個也要講嗎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好 等一下你再重講一次 還有一個小鈴鐺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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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